我爱变魔术 智慧树星球转啊转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 小朋友们好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 在我爱变魔术中 曾经出现过很多神奇的魔术 那么哪些魔术最最最精彩呢 快来看看到哥为大家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魔术吧 精彩魔术大繁点 精彩魔术大繁点是超快速分离珠子 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 今天这个魔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相信大家看了以后一定会目瞪口呆啊 究竟是什么魔术呢 一起来看一下 看 这里呢 有两个杯子里面放着很多的珠子 我来问问小朋友 这个是什么颜色 绿色 绿色 这个是 红色 红色的 现在 倒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们觉得我用多长的时间可以把这个两种颜色的珠子再次的分开 一分钟 一分钟 你觉得呢 三分钟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能用多长时间让它们快速分离呢 来 我需要大家和我一起说出我们那个咒语 一起来说 来 跟我一起数五个数 一 二 三 四 五 怎么样 速度是不是很快呢 来吧 我鼓鼓掌 什么 这么快就把两种颜色的珠子分开了 要是倒戈的话 一颗一颗挑出来 要花上好长时间呢 这个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呢 第一步 在变魔术之前 把珠子同鱼线连在一起 粘在杯底 第二步 再在杯中放入另外一种颜色的珠子 摇晃后 将珠子全部倒入空杯子里 穿在一起的珠子留在原来的杯子里 其他的珠子在新杯子里 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 精彩魔术大板点之 铅笔真的会穿小树 咕噜咕噜 好吗 现在我的手里就有一个纸杯 大家来看有没有破洞 没有 并没有 大家看 我拿出了一支什么呀 铅笔 铅笔 好 现在我使劲地用这个笔 来扎这个纸杯的底部 会有什么现象呢 破了的 那就会破了 按照我们平时的经验 一定会把纸杯的底部扎破 对不对啊 对啊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来看啊 一 二 三 是不是扎破了 大家说 你怎么把一个好纸杯给破坏了呢 对啊 好 我先把这个铅笔拿出来啊 那么我刚才说了 我要表演魔术 这个神奇之处啊 就是在于 能够让这个纸杯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变化 刚才这个纸杯的底部 已经被我扎了一个洞 对不对啊 对啊 好 那我请大家来跟我一起念出我们的咒语 一起来说 乌拉乌拉Q 用我们的力量能不能够让这个纸杯再次的修复 没错 并没有过 是不是很神奇啊 太神奇了 第一步 拿出一个底部有漏洞的纸杯 把和杯底大小相同 颜色也相同的圆片放入杯子里 第二步 将铅笔从杯子底部的洞里穿过去 再从上面把铅笔拿出来 第三步 将杯子展示给观众 杯底看上去并没有被刺破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哦 原来是用一个和杯底相同的圆片把小洞给盖住了 这招障眼法真是妙啊 什么 你们不知道障眼法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魔术经常用的手法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其实不是真相 真相已经被某个东西给掩盖住了 就像这个魔术一样哦 好了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精彩的魔术呢 精彩魔术大凡点之口味的饼干变出来 今天要表演的魔术就是和饼干有关系的 是要有变出好多的饼干吗 这样 小咕咚 我来看一看这个里面盒子里 有没有饼干 没有 它是空的呀 对呀 这个里面什么饼干都没有 对不对呀 小咕咚白高兴了 对呀 看来跟你那个饼干盒里的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呢 小咕咚 今天这个魔术是有关于朋友之间的友谊的 如果呢 我们的朋友都愿意把他们的这个友谊拿出来 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话呢 就可以产生神奇的力量 你相信吗 真的吗 现在我请电影视机前的小朋友和我一起来说出我们的那句咒语 那就是乌拉乌拉Q 好 小咕咚 现在我再把它拿出来 你觉得有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 没有可能 因为刚才已经看过的是空的 对不对 对呀 现在 来 小朋友和我一起来数三生数 一 二 三 变出了什么 变出了什么 好多饼干 饼干 饼干看起来好美味 对呀 道哥也想来一块 嘿嘿 呃 不对 不对 等等 这些饼干是怎么变出来的呢 真是想不通 第一步 在变魔术之前 在变魔术之前准备两个底座 下面的底座剪掉一个边 上面的底座放满饼干 第二步 展示一下空的底座 然后放进盒子里 第三步 施魔法 将两个底座一起抽出 变出了一盒饼干 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 饼干魔术 大盘点之 它居然飘起来了 咕咕咕咕咕 你怕吧 大魔术师 今天小股东准备了一个玩具 想让大家来试一试 好吧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好的 这个玩具这样穿过来 然后里面放一个小球 你看看 我就可以让它吹起来了 很有意思 看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我先来试一试 小股东看好 你们看 小球可以一直悬浮在这个吸管上 是这个效果吗 小股东 对对对 好不好玩 太棒了 小鹏也来试一试 好 成功 都可以成功 好棒 很有意思 现在加深难度了 什么难度 这个卡片 看看卡片能不能吹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 小股东 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小朋友试一下吧 卡片吹不起来 是不是 对啊 你也可以试一试 只有圆形的东西可以 有可能悬浮在空中 那今天我就要来挑战一个不可能的 你们想想看 那要挑战什么呢 好 现在我就来给你们 试一下今天这个神奇的魔术 快看 这是一张卡片对不对啊 对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 跟我们的卡片一样 好 小朋友检查一下 每个人一张卡片对吧 上面有没有机关 是不是和你们的都一样啊 那现在我就用这张卡片来挑战一下不可能的事情 小朋友看 现在我把这个卡片放在手里 然后我们一起对着它吹口气 小朋友 一二三 大声地说出我们那句咒语 乌拉乌拉Q 快看 怎么样 怎么样 飘浮起来了 怎么样 飘浮起来了 是不是飘浮起来了 想多了 还是快来看看魔术解密吧 第一步 用两只大拇指分别按住卡片的两侧 同时用其他几根手指挡住大拇指 第二步 扭动大拇指就向卡片悬浮起来了 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 看完这个魔术是不是觉得演技很重要 呵呵 有的魔术虽然没有什么复杂的道具 但是需要很有趣的表演 才能给观众更神奇的效果 好了 这些就是道哥今天为小朋友们挑选的精彩魔术了 你们是不是也想成为一名小小魔术师呢 那就赶快学习起来 表演给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小朋友吧 再见